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赫塞本人眼下现身维斯卡 巴黎方面已经给予了他许可 前往西班牙进行个人待遇的谈判 根据此前的报道 赫塞的加盟西甲升班马的形式 将会是租借 维斯卡是本赛季西甲的升班马 他们在首轮联赛中科场2比1击败埃马尔 你还记得那个四年内计划赢下金球的伯纳乌金筒吗 对于赫塞来说 近年来他可以用自由落体来形容 在2014年1月的时候 当时还身穿黄马战袍的赫塞是伯纳乌的宠儿 他甚至豪言 要在四年之内赢得金球奖 一转眼 距离当时的豪言 只有半年的时间了 让人惋惜的是 自2016年加盟巴黎圣日尔曼以来 前黄马金同就显有机会 无法在法甲获得出场 于是赫塞随后连续尝试租借 2016到17赛季下半程的时候 他曾经一度回归西甲 来到拉斯帕尔马斯 随后完成了出场16次打入三球的成绩单 上赛季的时候 赫塞选择租借加盟英超球队斯托克城 让人吃惊的是 在手袖进球 帮助球队1比0战胜巴森纳后 赫塞居然高开低走 赛季总战绩是13战一球 斯托克城提前一个月解约赫塞 并且用官方通告羞辱了他 由于表现糟糕 赫塞甚至在5月2日的时候 被斯托克城选择解约 当时他被告知 可以去放假了 斯托克城随后在官方的通告中写道 为了回应近期一些媒体 对于赫塞的问题猜测 我们在此宣布 球队将会给予赫塞到本赛季末为止 同情形的无心假期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将不会在这次的租借期内 再度回到斯托克城 今年1月 女友与赫塞分手 并且对他公开指责更为不幸的是 赫塞的后院也不安稳 今年1月的时候 赫塞在推特上 宣布他已和女友奥拉分手 与此同时他需要在医院 陪伴患重病的儿子渡过难关 不过已经分手的女友并不示弱 直接回应道 在我们生活最糟糕的时候 赫塞辜负了我 他俩的儿子 在2017年6月的时候 早产后来到这个世界 由于心天不足 因此在出生之后 就一直住在医院里 前女友奥拉不止一次的公开指责赫塞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 一个半月都不来看儿子一次 他命运和朋友外出 都不和他的家人待在一起 很显然 赫塞眼下真的是一团糟 他想要找回昔日骄傲的自己 真的是太困难了 他命运和朋友外出 都不和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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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命运和朋友外出 都不和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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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命运和朋友外出 都不和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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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